官大好 主席我想请那个部长 还请那个金管会的吴护主委 谢谢 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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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部长 我想请教你 当然这段时间的证所税的问题 已经差不多快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没有一个月 一个月 三二八提出来资本利得到今天 到今天嘛 那我们都清楚我们的市场啊 就是证件市场的话 这些事实上有增花了快两兆 一兆多 一点六兆或快两兆的额度 同时有很多别的事情在发生 那当然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因为当然是这个 这个 增花了这么多的一个市值的话 那量的话都是有减少 才会有这个原因嘛 那我要请教部长 就是说 因为你要课这个证所税 那你有没有考虑啊 考虑就是说 激增 那个 那个 这个成本啊 到底 你的计算的公式 你有没有算出来 到底要如何 让 这些人民百姓 才会安心 当然你是说 这个有百分之十六七%的这一些 就是这些散户 这些个体户 这一百万人次的这一些 就是四百万以上 才克那个证所税 那这一块你已经保住了 我们都非常清楚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对于这些专业的 还有这些 真的是一个 一个忠实户的这一块 七%坚人这一块 因为 我还在这边来讲 有赚钱 要克税是天经地义的 是一定要的 但是问题 这一块的人 直接压榨他 如果你把他克了这个证所税 那这一块的版图 这一块的人 真的 他是一个忠实户 他的量 是蛮多的 那会不会怕 会不会 因为 现在是一个地球村嘛 那台湾赚不到钱 人家转到国外去 也是可以的嘛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们考量这一点 那再来的话 部长你先听我讲 再来的话 第三点的话说 我是怕说有一些 当然外资不克税 这个公平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公平正义的问题 那如果是四色 有假外资 开小门 走后门 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如何来防万 那是国际的竞争力 我们都非常清楚 因为你 你考量这个外资的问题 当然是希望有这个竞争力的问题 那这一些零零种种 你试想说 因为这版本 闲政院版本已经出来了 下个礼拜 就进到那个立法院来 已经 现在已经躺在那边的话 但是这一些的计算程序 这一些公式 开了的话 激增成本 你说 为了要克200亿 克300亿 到最后 这些有没有被侵蚀掉 搞不好 那当然你的政策是好的 我们都同意 有赚钱 克税 我们都非常清楚 但是问题 你的积增成本 这一块 你有没有计算 回答薛委员 有 因为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很务实的题目 如果我们没有讨论的话 那就是推出一个政策 我想这个就 当然这个政策 定的再好 可能就没有办法执行 那如果以股市来讲 我们认为 其实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呢 它最主要的竞争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国家的税率 很多真的是证所税非常的高 而且甚至还搭配证交税 可是为什么那个市场 还是有很多的国际的投资人 他们自己的投资人要去投资呢 因为股市最主要还是靠产品 就是一个国家 上市的这些企业 是不是好 这是所谓的基本面 那我们台湾也过去长久以来 比较受消息面的影响 我们也觉得说 只要我们的这个上市公司是好的话 上市公司能够获利 能够赚钱 这个还是最主要的法宝 那最主要的吸引力 第二个当然就是市场要健全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跟金管会一起 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至于假外资的部分 我想我也认同 就是说有一些个人 他可能会有FIN你 可是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很多最近坊间的一些误会 以为外资不克税 这是错误的误解的讲法 外资是等同我们国内企业的一样 在最低税负制里面 他需要申报的是一样的 什么哪一种外资 哪一种境外法人不克税呢 是他跟台湾都没有渊源 他在台湾不但没有据所 他连一个代表人都没有 他只要有一个人在台湾帮他下单 这个就是要克税的 然后另外外国人 不管他在全世界什么地方 甚至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他只要赚的钱是从我们的市场赚的钱 他也是必须缴纳的 部长 你这样讲的话 那当然我们都会非常清楚 你这个政策 你这个利益 当然是有赚钱就克税 这个都会非常清楚了 但是问题现在市场搞的这样子 天翻地覆 大家都会非常清楚 又是这么急迫性的问题 你是不是考量 那如果这个事情也不能不快 你如果在耗材 在内耗的话 你说刚刚一个多元 我们市值增加了1.6兆 1.7兆 这个也是使不得 但是问题政策的问题是说 因为你有这个基增的 那个成本到底是多少 总是要开得大家清楚一下 因为这个是相当还手的事情 那到底是如何 现在 我感觉台湾人民 现在是像一个恐慌 怕一怕 那问题点是说 如果你的量跟能没有出来的话 那你克什么税 克不到税 是是 我们同意 这个是一个萎缩的问题 是是是 对市场尊重很重要 那到底是如何 总是应该要积极 那这个公式 我对于这个基增的一个成本 我们做生意 也要回归到成本面的问题 那到底 你政府到底可以克多少 总是要一个报告嘛 对不对 是是 那那那像说 那我也 我也很纳闷 今天我也非常纳闷 今天你来了 既然大家 因为我想大家会很直接的 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证所税的问题 那问 为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陈主委没有来 我也非常纳闷 因为 你像副主委上次来的问他 他说 他都不知道 不清楚 但是问题里面所主导 所主导的是 这些IPO的 那个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 四五十兆的东西 在资产在你们所上 那你们应该 要一个明确的表态 你尽管会 到底 证交 那个证件交易税 要不要扣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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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 总是一个明态 不能再拉记 今天如果部长来了 主委要来才对 大家一个窗口 一个平台 一个沟通 那副主委 你可以教他 我老板不在 我老板今天没有来 所有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我不晓得该怎么表达 因为我干嘛 不负责任 今天来那一个 明天来那一个 那到底 我媒体法案 真的是搞得 我们也是一头雾水 那上次我问过你了 因为你们要坚持什么 你要坚持 证交税 要不要扣 来这边代表经管会 我一定是据实回答 那上次委员您提到 只是说在整个决策 比如说那天晚上 是不是有在到哪里 那我个人是没有参与 那次我特别是提到 其他的我们的立场 我在这边都充分的 做一些表达 那副主委 我现在要请教你 今天部长在这边了 你们的立场 你对于那个证交税 你认为要不要降 我们的立场 跟委员报告就说 因为在行政院决策之前 我们都充分来说明 那行政院决策 决定之后 我们就充分尊重 那我今天有请教你 有问你 跟没问你一样嘛 跟上次一样嘛 是跟委员报告就说 我上次也 据实跟委员也充分的说明 就是在决策之前 我们已经充分的反应我们的意见 所以说我们永远就问不出一个结果 所以然来 真的 那这个案子 搞不好又 那个下个礼拜到陈续委员会 陈委会到底又如何 搞不好又不晓得不清不楚 但是你们的立场要表态啊 对不对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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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那个副主委 是我刚刚跟委员报告 你表态的这样的话 立场很清楚 大家也是大家也是母沙沙了 好那那再来我再请教那个副主委 今天有在 今天这个有有有 大家有委员有体验 就是加值 那个 就是那个 加值行费 加值行营业税 第十一条 就是说那个 就是那个存保公司的事情嘛 那个 那部长你请回 就是那个存保公司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税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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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税的这个基金的问题 这个基金的问题嘛 是不是 那个行政院的金融重建基金这一块嘛 是不是 那那你们的看法呢 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现行的制度啊 运作是上升顺畅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税制在一百年的一月一号之后 它是 整个分流在存保 也就是有存保的这个 这个机制 那目前另外一块呢 当然就是银行业以外的 是由 保险业这边的一个 退场的机制在运用 所以如果委员问到说 现行的机制 那现行机制目前是 那你们 你们还是导向回归 就是现在的这个 这个机制 你们赞成这个 现在的 还是因为有委员的提案 你的看法又有 有 有 有什么态度 我们的意见是说 这个制度目前是顺畅的 那待会如果说 委员们大家讨论 还是多数认为 有修正必要的时候 那我们认为应该要考量到 考量到现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机制在 那待会详细再跟委员报告 副主委 我给你探讨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当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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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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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基金 这个当然是 那个行之有连 那重点就是说 它 它里面 当然 就是不管各个 就是说 营养业 保险业 那个信托业 或是政监业 期货业 或是这些票监业 这些 有提拨多少的营业税 这一块 它有一个是专属 一个是会专属 专属的是两趴 会专属的话 两趴提拨出来 那问题点就是说 因为一个业别的不同 如果是说 你把它连结在一起 那有的业别 比如说 现在的保险业 那个洞那么大 那如果是说 把它连结在一起 这个应该是 有点 有欠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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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再来的话 是一旺比 一旺比的问题 第一趴 你一旺比第一趴的话 现在目前营养 都是第一趴 如果 你在第一趴的话 当然你们有一个闻 到底 后继要干嘛 干嘛 你们应该又 对这一块 打呆这一块的一个 这一块的问题 你们又来 重新来 一个商量 那我的态度 我的看法 是说 这个亚别有分 那当然是 每个亚别 自己才会收 上井花条 因为 这个钱是什么 这个钱是 救火队在用的 而不是说 随便放在那边 所以说 我认为 如果把他七分 然后这个救火队在救火 我的态度是 希望是说 还是 让他一个保钱 一个控管 才是重要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委员之教 谢谢 谢谢